大家好 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嗎? 今天我們想跟您聊一聊 幾個會讓中共非常尷尬的話題 來看今天的中共不要看 5月9號是俄羅斯擊敗納粹德國的勝利日 俄羅斯官方特地舉辦了閱兵儀式來慶祝 不過尷尬的是整場閱兵規模大幅縮水 只花了6分鐘就走完了 其中最讓人震驚的是坦克車隊伍 因為全部只有一輛 而且還是二戰時期的古董坦克車T-34 而且雖然當天天氣非常晴朗 但是官方並沒有安排空軍進行飛行表演 等於又讓這場閱兵少了一個重要看點 好 按理說 勝利日是俄羅斯的大節日 他應該安排雄壯威武的閱兵來展現盛大的軍威 但是顯然並沒有 這說明什麼呢? 首先 俄羅斯能夠用的現代化坦克部隊 絕大多數都送往烏克蘭戰場去了 而且損失相當慘重 《華爾街日報》在二月指出 俄羅斯的現代化坦克車在戰場上的損失 可能高達2300輛 已經超過俄國現役坦克部隊的一半以上 是相當慘重 烏克蘭更宣稱 他們摧毀了3300輛俄羅斯的坦克車 這也是為什麼俄羅斯最近要大量動員 二戰後期的老坦克 因為坦克不夠用了 再來 俄羅斯為什麼沒有出動空軍 來進行飛行表演呢? 官方並沒有解釋這一點 不過 根據美國空軍透露 烏克蘭戰爭開打以來 被擊落的俄羅斯戰機大約有70架 所以 這次閱兵沒有出動空軍 顯然不是因為戰機不夠用 應該是為了普京的安全考量 擔心會有人趁機利用戰機 來刺殺正在閱兵的普京 一舉就結束了這場合物戰爭 所以我認為 這次俄羅斯冷冷清清的閱兵士 還有那輛孤獨的國東坦克車 其實可以帶給中共幾個重要的警惕 第一 千萬不要低估 戰爭這把雙面刃的殺傷力 戰爭不但會殺傷敵人 也會殺傷自己 看俄羅斯自信滿滿的入侵烏克蘭 結果不但從閃電戰打成停電戰 還賠上自己的國家經濟 被國際社會祭出了一萬四千項的制裁 而且連俄國的武裝軍備也都損失慘重 習近平沒當過兵 更沒打過仗 這種人很容易對出兵打仗 產生一種英雄化漫漫化的幻想 但是打仗絕對不是看電影 或者打網絡遊戲那樣的輕鬆簡化 打仗是把整個國家人民 當成堵住的冒險行動 是牽扯到千萬人的生命的 不管最後誰輸誰贏 對自己絕對都會留下巨大的傷害 所以老子在《道德經》講 以道左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其事好還 意思是用道來輔佐君王的人 不會靠著兵力來稱霸天下 因為用兵會有報兵 相聲相克 他說大軍之後必有兄弟 看看現在的普京是不是就遇上了類似的困局 第二 北京千萬不要高估自己的實戰能力 雖然中共有兩百萬軍隊 但是在戰場上 正面數字絕對不等於真實的戰力 尤其是中共軍方從1979年中越戰爭以後 已經四十幾年沒打過仗了 軍方真正能夠打仗的將領是屈指可數 而且中共跟俄羅斯一樣 都有嚴重的軍方貪腐問題 所以軍方對高層上報的軍備數據 糧食數據和備戰狀況等等 很可能都有太多的造假和水分了 像俄羅斯去年10月要過冬了 才發現有150萬件的庫存東莊不翼而非 這說明什麼呢? 說明軍隊貪腐很嚴重 很可能這150萬件東莊根本就沒存在過 只是有人做了假賬 然後把這筆經費攤了 中共會不會也有這種情況? 概率是百分之一百萬 舉個例子 過去每當中共要查糧倉的時候 全國各地就會冒出許多糧倉失火的消息 為什麼? 就是因為很多糧倉是空的、是做假賬的 現在中共突然在全國各地大推退林環根 甚至還有退路環根、退公園環根的瘋狂奇景 那我懷疑很可能就是最近中共要儲備打仗用的糧食 才發現糧食虧空的非常嚴重 所以趕緊的瘋狂的開田重量 還有一個警惕 就是千萬不要低估美國與盟友 聯手介入台海的意志和力量 看看普京在烏克蘭 美軍和北約並沒有實際的出兵介入戰爭 只是提供大量的武器援助和情報交換 就已經拖垮了俄羅斯 而美軍在台海問題上是積極的實戰部署 所以最近才會不斷地跟日本、韓國和菲律賓 來加強聯合演習 目的就是要用實戰來拒止中共入侵台灣的行動 特別是拜登至少四次公開說過 如果中共出兵 美軍就會介入保衛台海 而美國最知名的熊貓派前國務卿基辛格 他前兩天也罕見的警告說 台海問題可能會發展成兩個高科技國家之間的全面戰爭 換言之 基辛格應該已經確認了 如果中共動武的 白宮確實就會出兵來保住台灣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中共從來沒打過跨海的兩棲登陸戰和海戰 而美軍從二戰到韓戰打的都是登陸戰和海戰 有很豐富的經驗累積 所以中共當局最好要從普京身上汲取這些教訓 千萬不要貿然出兵台海 免得傷人傷己 甚至還可能讓戰爭反過來打垮北京的政權 習近平在5月10日到河北的雄安新區去考察 各大黨媒都大篇幅的報導了 央視更是做了一條長達16分鐘的電視報導 很顯然 中共當局想要大力的拉抬雄安新區的聲勢 那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 雄安新區是習近平在2017年提出的造成計劃 要在河北省打造一座衛星城市 來紓解北京和天津的人口壓力 來分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習近平聲稱這是他心中的千年大忌 所以雄安就成為中共的重點工程 也是黨魁的面子工程 從2017年到2022年 中共已經投入超過4600億人民幣建設了 但問題來了 雄安新區雖然重金打造了美輪美奮的新城市 但是卻沒什麼人願意來 不但房租降到一個月幾百塊人民幣了 還宣稱實踐證明了黨中央 關於建設雄安新區的重大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言外之意就是一方面承認雄安的發展不如意氣 進展很遲緩 另一方面也在為自己辯護 強調他的意志跟決策都是完全為光正的 好 在中國歷史上 在首都附近 另建新都或培都的例子其實不少見 但是雄安新區為什麼投入將近5千億人民幣 還發展不起來呢? 那原因很多 一方面確實有三年疫情的影響 但是很主要的一個因素 還是來自於黨中央的過度自信與誤判 我們想想看 上海跟深圳都是一個工商大城市崛起之後 然後帶動周邊的衛星城市跟著發展 像上海帶動了南京、蘇州和杭州 深圳帶動了東莞和珠海等等 那為什麼能帶動呢? 就是因為上海跟深圳都是工商大城 經濟非常的發達 所以產業與人口就逐漸的外移到周邊地區了 但是北京是個首都城市 又不是海港城市 它的政治功能大於商業功能 所以產業經濟的類別跟規模都相對有限 沒有辦法外移到周邊城市 而且北京原本的算盤是 他們先投入幾千億人民幣 為雄安新區來造市 接著就能吸引外商和台商到雄安去進駐 摩根士丹利還曾幫中共評估過 雄安可以吸引2.4萬億人民幣的資金 去進駐投資 這個思路是沒錯 但是中共後來自己毀了這一切 第一 中共搞出了這場三年疫情 和嚴厲的動態清理 嚇跑了外資外企 連台商都設法外撤了 第二 中共跟美國全方位升級對抗 美國也聯合全球的主要國家來圍堵 中共來跟中共脫鉤 這樣還有哪些外資敢在中國長期投資呢? 沒有外商台商的投資 中國企業的進駐也有限 當然雄安新區就沒有可以支撐 城市發展的底層經濟架構 當然也就沒辦法吸引更多人去發展了 所以雄安才會變成大型的軌城 房租一到只要幾百塊錢了還是做不出去 再加上現在中共出台了新版的《反間諜法》 對外國企業和外國人 帶來巨大的威脅與不安全感 所以估計雄安接下來只能靠中共 自己的政府投資和國企投資 來推進習主席的《千年大計》 否則雄安很可能就變成了 史上最大的兩枚工程了 不過習近平這次考下雄安 有一個警訊很值得我們注意 看《倒霉》的報導 習近平跟身邊的官員們 多數時間都是戴著口罩的 就連在戶外也都集體戴著口罩 這一點非常不尋常 我們知道習近平在二十大前夕 為了營造中共帶領人民戰勝疫情 他跟幾個常委在媒體上的公開照片 幾乎都是不戴口罩的 但是這次他在雄安的考察 他跟身邊的官員卻一直戴著口罩 幾乎跟疫情期間是差不多的 那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或北京地區 又出現了新一輪的疫情呢? 世衛剛剛在5月5日宣布 新冠疫情已經不再是國際關注的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也就是宣布全球疫情已經緩和了 但是中共官員卻在這個時候反其道而行 說這不代表病毒就會消失 病毒的風險還存在著 那我們知道 中共官員對於疫情將來是報喜不報憂的 但這次當全世界都在報喜的時候 中共卻主動當起了報憂的烏鴉 而習近平這次在北京周邊的雄安考察 又嚴密的戴上口罩 那這些反常的信號是不是暗示著 中國又將面臨新一輪的疫情 很值得中國的朋友們來關注 中共外交部長秦剛這兩天訪問德國柏林 他特地去參觀二戰的波茨坦會議就職 他在那裡發言批評美國支持台獨和縱容台獨 他還聲稱波茨坦會議發表的《波茨坦公告》 已經重申要落實1943年的《開羅宣言》 也就是要求日本要把滿洲、臺灣和澎湖群島 歸還給中國 所以秦剛的結論是 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其他外國不能干涉中共對臺灣的領土完整性 好 相信對臺灣歷史有研究的朋友們 都會覺得好笑 我們必須承認 關於臺灣的主權定位和歸屬 確實是個很複雜的議題 目前在國際上確實有許多爭議 有許多主張 比方說 有人主張臺灣是中華民國的 有人說臺灣在二戰之後就主權未定 應該將由聯合國來托管等等 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論據 我們這裡就不多說 但是我想從中共的說辭來個 以子之矛、公子之盾 什麼意思呢? 首先 中共聲稱它擁有對臺灣的主權 常說是根據1971年聯合國大會的2758號決議文 可是我們把這個決議文翻出來看 會發現裡面只有提到聯合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 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 還有把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組織驅逐出去 但是裡頭連一次臺灣都沒提到 換句話說 當時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還存在 臺灣也沒在中共政權的手裡 那怎麼說這個決議就明確了臺灣主權是中共國的呢? 那就是因為這個說辭破綻太大了 所以這次秦剛搬出了波茨坦公告和開羅宣言 那沒錯 波茨坦公告確實提到了要落實開羅宣言的內容 但是開羅宣言本身並不是一個有國際法律效力的條約或者協議 只是一個新聞公報 就是會議後的新聞稿聲明 所以開羅宣言的英文名稱用的是The Cairo Communic 這個詞就是公報的意思 這一點也成為許多政治學者和法律學者 在爭論臺灣主權的時候的主要分歧點 但是我們先不管這些分歧 我們退一步講 假設開羅宣言是有法律效力的 特別是後來又有了波茨坦公告的加持 所以我們假設開羅宣言是應該落實的 那我們來看會怎麼樣 開羅宣言說 日本應該把中國竊取的領土 比如滿洲、臺灣和澎湖歸還給中華民國 請注意 是中華民國 1943年的時候 中華人民共和國還不存在 那我們看原文文件 英文也確實是寫的Republic of China 也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按理說 日本要歸還臺灣 應該是還給中華民國才對 而不是中共國 打個比方 你租了個房子 然後你的自行車在家門口被人偷走了 一時找不回來 然後你就搬到外地了 房子也有了新的租客 後來警察找到了自行車抓了小偷 那麼這個自行車是應該還給你呢? 還是交給房子的新租客呢? 這邏輯很清楚 對不對? 應該是把車還給你 不是交給新租客 對吧? 那同樣的道理 開羅宣言說了 臺灣應該還給中華民國 而中華民國現在不就在臺灣嗎? 所以蔡英文跟賴清德都說 中華民國臺灣 那中共憑什麼說臺灣是他們的呢? 這在邏輯上和法律上顯然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 中共也很清楚 他們提出的法律主張都是破綻百出的 站不住腳 所以他們才要處心機率地打壓臺灣主權 想要消滅中華民國的存在 要讓臺灣的問題內政化 因為這樣 他們就能夠順理成章地吞併臺灣 同時也可以掩蓋是中共分裂了中國 把當時的中國分裂成中共國跟中華民國 好 我知道不少的臺灣朋友認為 臺灣跟中華民國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們這裡不做臺灣主權的歸屬探討 只是針對中共的說詞來破解釐清而已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 感謝您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拍 ондю� 請 Fest